來,元宵嘛齁,元宵節元宵節 所以我們現在來吃桂冠湯圓 我覺得桂冠很好吃耶 對啊,但是我第一次煮桂冠湯圓 第一次? 我從來沒有下廚煮湯圓給人家吃 真的喔 你懂嗎?吃湯圓,月圓人團圓 跟湯圓沒有關係 吃湯圓就是要團團圓圓,好不好 以前都是我媽煮給我 都是長輩啊,媽媽都會煮這樣子 這次呢,我們自己有了家庭嘛,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自己也要來煮 這是我們自己無家風格的,好不好 這是我們自己風格的湯圓煮法,好不好 先洗 大家又想說洗菜總會有一條魚在裡面 因為兒子要吃魚 他總是跟人家不一樣 人家要吃湯圓,他要吃魚配飯 而這是他的宵夜 這不是他的晚餐 吃湯圓一定有同好對不對 對啊 同好是畫龍點睛,點眼睛的那一部分 我知道還要 但是我們沒有準備油蟲 因為我覺得太大一塊 通常要加油沖出啦 我們平常沒有習慣用那個料 如果真的每天都在煮飯煮麵 然後拍做菜視頻的話 那可能就需要了 那可能自己練吧 什麼都要自己來 然後我們準備這個蝦米 這是櫻花蝦蝦米 這是櫻花蝦蝦米 對對對 然後呢,準備香菇 對,所有的香菇齁 你要吃梗嗎 不要啊 吃香菇梗,以後講話很有梗 你知道嗎 你幹嘛摸你自己的頭 阿拿都覺得 什麼東西 哈哈 香菇蟹身 一條一條的 我現在在煮水啦 因為呢 我們就是 在那個 他剛剛上面那個標示有說阿 就是水先煮滾之後呢 然後我們把那個湯圓阿 就是他後面有寫 煮滾了之後把湯圓放下去 之後再開小火 等到五包八分鐘就可以用 如果說我開始拍視頻 再開始煮水的話 你一定會很生氣 因為呢 會來不及 我也在拍視頻給大家的階段有沒有 我也在努力的精進自己的廚藝啦 好不好 各位朋友 好 要把它放到一個小碗裡面 好 再來 好 好啦 接下來就是肉啦 好 我們肉絲 你要幾片 都行 都行喔 因為他現在有 有特價 所以他才76元而已 不可能群下吧 群下很過分 畢竟他切成絲 三片好不好 好 其他的留著吃火鍋 耶 我們要吃火鍋 又吃火鍋 火鍋吃不膩啊 火鍋就是吃不膩 好 然後你順便幫我注意火鍋 後面我講 好 對 對 對 火鍋就要讓那些團團圓圓圓的湯圓下去 好 然後我們簡單的醃一下它 好不好 醃 胡椒在哪裡 胡椒 加一點白胡椒齁 嗯 新的我還沒開 哈哈 一半就好 加我們半醬油 然後 這麼多 嗯 它很淡 到時候這樣抓起來之後 它其實 這樣吃就在下面而已 對 它吃抓起來相對就很浪費 對 沒辦法 它加太快了 所以就這樣吧 對 這樣就ok了 好 丟不進去吧 好 我們進去之後 讓它滾 它等一下浮起來之後 滾到浮起來之後 5到3分鐘就ok 那我們去做 就是 炒料的部分 對 就好 要不要 有 是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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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